哈尔滨这个过街天桥 都做得很欧式啊 现在这里是上智大街 上智大街所说的就是照上智 南阳北照 革命烈士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武术馆 德昆武术馆 始建于1920年 这里真正是哈尔滨的老街道 螳螂拳 螳螂拳教师培训班 第七武术馆 关这门呢 关这门 这里有课程表 哈尔滨武术馆 武术馆 这里是半班教武术 教螳螂拳 现在我就走到了中央大街 现在正在打雷 小伙伴们听见了吗 现在我就走在熟悉的中央大街上边 雨中的中央大街 这边还是别有一番味道 这条大街长一千四百五十米 是1900年建造的 你看下边铺这个石头 叫做面包石 其实它的质地是花岗岩 所以两边大多是欧式建筑 巴洛克式的 还有文艺复兴式的欧式建筑多 安德烈围棋的店 小伙伴们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哈尔滨的红肠 是吧 但是红肠有很多出场地 但是最重重的就是这个丘林里道斯了 就是哈尔滨丘林公司 卖的这个香肠 才是最正宗的 最早的 所以在北方哈尔滨这里呢 很多商店 它并不希望你来拍摄它 所以进商店之前 我都需要问一下 征求店家的同意才可以 对啊 我说正好 看这个羊肉串 十块钱一串 好大字 我觉得典型的逛吃逛吃 吃着羊肉串 看着街上的行人 我最喜欢干的事 就是坐在街边观察路过的行人 从他们的穿着打扮 还有面目表情 来猜测他们的心情 和生活背景 今天下雨天 还没发现街上的美女 按道理 比中央大街的美女 是非常多的 你吃不吃 下雨天 下雨天 这个中央大街这个 路上的石头非常滑 而且穿高跟鞋就甭想在这条路上走了 这个华梅西餐厅呢始建于1925年 当时是由俄国人创办的 但是后来呢变成了国有企业 国营的 现在华梅西餐厅属于国营 国营的餐厅 现在等位的人好多 这里是中央大街旁边的小吃街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吃 这里晚上可以在这里喝点渣皮 或者是哈皮 喝点哈尔滨啤酒 这又来了昆虫盛宴 你看这个橱窗里的红肠 这是红肠堆吗 红肠堆 然后这里还可以办理顺丰包游 顺丰游记 顺丰游记红肠 这是中央大街邮局 现在的邮局 已经不是以前的功能了吧 现在的邮局都是记名芯片呢 现在邮局是文艺范儿了 这个是索菲亚教堂的微缩模型 在这里可以记名芯片 上游街那块挺大的 现在走到了中央大街的尽头 前边呢就是防洪纪念塔松花江边 但是要走这个地下通道才能过去 现在这里就是哈尔滨防洪纪念塔 它有22.5米高 是为了纪念1957年哈尔滨人民战胜特大洪水 在1958年建筑 这是哈尔滨标志性的建筑 那后面就是松花江了 雨中松花江 然后对面就是太阳岛 然后对面呢就是太阳岛 我记得前年冬天的时候 我回来在江面上 还玩狗拉雪橇 爬岛 一些小时候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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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什么什么什么大豆高粱